本期视频我有一个2000赞的目标 我们本着诚信交易的原则 我先拍你后赞 我是史丹利 你还记得我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新的一期 史丹利的足球天地 那么在这里的连续看 最不幸最不幸 最重版个人色彩的足球球的搭配资讯 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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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没有跟大家坐下来 好好拍这个视频 微博账号密码没有忘记 B站的账号密码也没有忘记 只是这几个月呢 确实有很多的私人的事情呢 确实一直在忙着 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呢 还是可以在之后的视频 陆陆续续去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毕竟还是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还是有很多很开心 很值得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事情呢 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 去多跟大家去说一下的 让大家所看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的新的拍摄的工作室 也是一个新的场地啊 所以呢有了这个固定的工作室 固定了拍摄的场景之后呢 相信也再也找不到借口呢 可以跟大家说呢 我没有场地去拍这个视频了是吧 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 多多给我三连 然后给我一些鼓励以及支持呢 可以让我呢拍更多视频呢 去跟大家分享的好吗 然后今天主角 哎非常清楚啊 就是手上刚才桌子上摆着这两件呢 梅州客家在2021赛季的主场以及客场的球衣 那么其实从下周二开始呢 中超呢就正式的打开了新的一轮的这个节目站 而中甲呢则会在周末呢也是正式去开打 那么在这几天呢 其实品牌商呢已经陆陆续续 把他们新赛季的各个球队的球衣呢 去正式的发布了 无论是中超也好还是中甲也好 而我拿到五 而我为什么这么快可以拿到这两件 梅州客家的球衣呢 其实非常荣幸 今年呢这个梅州客家球衣的这个拍摄的工作呢 也是UK呢非常信任史丹地 也是把这个拍摄的工作呢 包括视频以及他们的映照 一些静态的照片 以及这个模特照片呢 也是交给了史丹利去进行拍摄 也是这样希望大家呢 把牌面呢打在公屏上面好吗 接下来视频呢 也是快速呢 去跟大家呢去浏览一下 或者是介绍一下新赛季的这两件的球衣 然后呢还会有一期的视频呢 介绍的就是呢 我在拍这个模特映照 以及静态的映照的时候呢 会发生了一些怎么样好玩的 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那条的Vlog 或者是那条的视频呢 还是蛮值得大家也去看一下的 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趣的 好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去介绍一下呢 这两件的新赛季的客厂 主客厂的球衣 那么其实这两件的球衣呢 我觉得呢 跟上赛季的主场以及客厂的球衣呢 整体的风格相差还是蛮远的 如果大家忘了上赛季怎么样呢 麻烦看一下现在的照片 好那么整体看起来 无论是袖子啊衣领啊 或者是整个衣服的风格呢 还是有一个还是蛮翻天覆地的 这一个变化的吧 我觉得今年的这件衣服呢 还是跟我看到这个效果图的时候 我跟UK的朋友说 我觉得今年的衣服呢 还是蛮偏向这个平面设计的一个理念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它把整一个设计的重点呢 是放在了这一个 衣服的这个也算是暗花 或者是这个花纹上面吧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件衣服呢 都是比较花的 然后其实它上面 有写的就是 几个由英文字母拼成的 这一个平面的图案 或者是图形 其实会有UK 还有这个HK 就是客家的这个英文 HAKKA 那么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这个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照片上面 我觉得这个照片上面呢 应该还算是比较清晰的吧 好吧 然后主客厂 他们的这个 这个印花呢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主场呢就是这个红色 然后客厂的同样也是这个白色 如果喜欢主场红色朋友呢 麻烦在弹幕上面刷一 如果喜欢客厂的朋友呢 麻烦在弹幕上面刷一个二 那在对挥上面呢 其实也可以介绍一下 对挥今年呢 它是做了一个升级也好 或者是改变也好 那么我觉得这今年的这个对挥呢 它会偏向一种硅胶 然后立体硅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至于下摆的地方呢 其实呢也会写上呢 KING OF KINGS ON PEACH KING OF KINGS ON PEACH KING OF KINGS ON PEACH 啊有点绕口啊 其实就是它新的这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之前 UKAN给我的这个贴纸上面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KING OF KINGS ON PEACH 对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照片 喜欢这个贴纸的话呢 麻烦在弹幕上面跟我说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问UKAN呢 拿一些当作福利呢 去派给大家 然后另外呢 也同样这个面料也是叫做UTECH COOL 跟上赛季的衣服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背面呢 也是密密麻麻的这个网眼 呃我觉得UKAN一个比较良心 或者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称赞的地方呢 也是它的 其实它背面的这个 呃透气的位置呢 是做的蛮好的 而且整体的这个 呃衣服的面料呢 虽然会有一点点的轻薄 哦 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说 啊有比较容易勾线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过呢 确实上升的效果 它的穿着的 穿着的舒适感呢 还是比呃 其他品牌 我觉得还是稍稍要略好一点点的 好吧 然后另外我们再回来 这一个呃前面的地方啊 前面的地方 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广告啊 大家还记得我的名言吗 哎 哎广告回修衣 虽然我觉得这个赛季两件球衣的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灵感或是设计的主题呢 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不过我觉得还是 比较扣分的地方跟上赛季相比呢还是呃这一个呃 每周客家的这这四个广告的这一个字上面呢不知道以后俱乐部会不会再考虑把这一个广告呢换成上赛季的这样的一个字体的版本啊毕竟真的上赛季的真的好看很多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呢麻烦打一个统一在公屏上让俱乐部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然后呢把这一个字体呢换回到 上赛季的那个版本好吧 然后另外呢背面也是呃这一个球员的印字以及这一个呃号码那这个印字以及号码呢其实也是中甲的呃赛会去规定的所以也没有太大可以去呃纠结或者是太大可以去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 然后呃这个赛季呢对了我印的是呃21号的唐诗还有呃5号的这个卢林当然他没有用这个23号而是用了 我自己猜测而已啊是用了2加3的这个5号应该是23号有其他球员去呃呃已经已经抢了这个号码所以没有拿到这个23号的号码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5号的这个号码呢也是有另外一番的这一个感觉啊而唐诗对了这个也是我们呃广州恒大现在的这个广州队的之前的一个球员 当然还是要快速上升给大家去看一下那么今年呢我选择了大的一个尺码就是XL加大嘛呃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加大呢其实是因为现在我的呃可能不知道连继大了还是算是这个呃呃潮流整体的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穿一些呢相对呢叫以前呢宽松一点点宽松一到两个尺码的这一些球衣 所以我是选择了XL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去进行选择好吗 而球衣呢在今天的下午5点呢其实已经正式呢在UK的官方的这个呃 电商平台上面呢已经正式开始发售了我看一下价格啊价格是238块然后呢印名字呢是加10块印号码是加10块那么出厂呢可以自带这个胸前的广告 哦对了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两个广告的话呢不妨在呃拍这一件球衣的之前呢也可以问一下客服的小姐姐小姐姐或者是小哥哥哎能不能不帮我烫印这个广告啊 不过还是那句广东的俗话 含鱼千秋要过要送我咸鱼青菜各有所爱 我相信呢还是有人呢会喜欢这两个广告的是吧嗯虽然我自己觉得还是一般般好吧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呢麻烦给我按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看 我的视频呢会同步在微博bilibila youtube上面呢同步发布的记得要留意下一期的这个拍摄前后的一些花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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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